我家後面有一間溫室 裡頭種植了很多植栽 像是曼綠蓉、火賀 溫室可以防蟲、保溫 讓每株植物飽受滋養 就像與家人一起居住的家 讓生活更有凝聚力 我是苗栗仁 從小在這長大 爸媽到了退休年紀 就在這買了洞屋嶺15年左右的透天措 我喜歡大自然 三層樓的透天 對我來說就像是一棵大樹 每層樓賦予的意義與功能都不同 一樓作為客餐廳、父母的臥房 二樓住著我們一家三口 三樓是地底的空間 從一樓開始 格局上做了很大的變動 原先的廚房位置 現在作為孝親房使用 也把門口及樓梯轉向 用軟石鋪了個小步道 銜接兩處 這裡是大樹的根 家人常聚在這 彼此支撐給予養分 設計師挑選了自然木質的牆面 創造出了屹立不搖的感受 這塊牛樟木餐桌是掩掩留下來的 幫它吞去原先的表面後就放了進來 二樓是專屬於我們跟孩子的空間 孩子還小 目前還是一起睡 我們希望這裡就像是樹的金布 它在這裡可以成長茁壯 特地把空間七成活潑的綠色 可以激發小孩的想像力 三樓是我弟的空間 這裡把原先三房打通 連接了更衣室 浴室及主臥 我弟他喜歡收集潮流衣帽 特地要求設計師幫他做了個展示間 從這裡出去直接接到了浴室 設計師在牆面上做了透光玻璃 並把洗手台擺在了外頭 我們用了許多異材質 像是台灣傳統的蛇紋石檯面 延伸作為書桌使用 天花跟地板又有了木質材料做出造型 畫出了走道界線 不同元素的結合 也象徵著樹葉的華麗茂 和地板又有了木質材料做出造型 這個家就像親手栽種的大樹 生活是我們提供的養分 而它給予的溫暖及安全感 我們將一起茂盛成長 希望可以 cracked水 一定要去失敗 美國害怕 chts串 好的 確保 賬 誇 ritt 對